Galvin CLE就問你1211走勢如何看 第二個就是Annecy 她就說205元和227元各有1000股 可不可以多坐一會 其實你將所有車股的整體走勢在一起 比亞迪就贏了別人很多條街 等於如果你看Formula 1 她現在在Lap 別人幾個圈 你問她如何看 沒有,很厲害 你背後要知道原因 通常你在Formula 1上面 人們Lap 你幾個圈 一定是車勢,車手勢勢 所以同樣道理 你比亞迪因為她有一個很完善的供應鏈 現在市場我們說的四車辦法最怕的是什麼 怕原材料短缺 怕不夠半導體 之而此類這些相關的問題 比亞迪有這些相關的應對措施 所以就是在股價走勢上面 比很多車股優勝很多 論股值它很貴的 但是反映著這些幾個好人數 所以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貨的 有貨的你就拿著 好像他們兩位的家人觀眾 帶她去買 就是你問我 走了她好嗎 有壺吃 有錢落袋 一定會開心的 但問題是 你吃完壺之後 先去買些什麼 是不是要有條件 有沒有必要去追追 一些落後的汽車股 我覺得沒有需要的 強勢可以繼續強勢下去 所以我覺得比亞迪就沒有什麼特別擔心 但是如果純粹做短線部署 你沒有貨的 這些位置最 分住吸納 我經常都說比亞迪是在離地的 就是入場費過 但是 有些人可能可以 但問題就是 又這樣說 如果你一注過的話 起碼條50天線未升穿100天線 黃金交叉信號未發出 如果之後發賣的時候 就行升浪300元樓上 所以這些位置 你說如果一注過的話 你看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你車股首先仍然是給亞迪 但是你說 我們炒股票的方法 是否代表今天買完 明天要300元 不是的 我覺得 如果你問亞迪一定有投資價值 但是如果低位有貨 就繼續拿著 沒什麼必要 突然間要很擔心 但是短線會不會充不上280元 做個高位調整回到260元 有機會不小 我們經常都覺得 幾強勢的股份 會先試10天 甚至先試20天 所以你說沒有貨 你又做不到分駐吸納的 意味著什麼 你的風險承受能力低 那就試一下低一點才買 如果升穿物280元 你到時才去追